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曲折羅倫對上西西人的一個對決 那這把的話我們要來看 西西如何打進在天梯勝率第一名的曲折羅倫 那曲折羅倫的話目前天梯勝率非常非常的高 因為他的打法相當的多元 除此多元之外他所有的能力加成都算一個不錯的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曲折羅倫到底強在哪裡 稍微看一下他的能力 曲折羅倫是一開始有兩個果蟲 然後可以讓羊還有豬跟雞之類的 上進魔防裡就會一直產食物 像你撿遺跡一樣會一直跳黃金 羊他們進魔防裡面就會產食物 再來是騎兵單位會增加額外的傷害50% 就代表說你的駱駝打對方騎士傷害又再加50% 哇那個傷害真是整個起飛 超級高 然後你的閃避馬打弓箭手也是會有額外傷害的 打那個也是傷害起飛 不管你用哪種騎兵 你喜歡玩騎兵的國家的玩家的話 你喜歡玩法輪客的話 那曲折羅倫也適合你 但是唯一不同是 曲折羅倫的配置是相當特別的 有比一般文明的開局方式喔 你看他一開始在這個時間點 第一個下的採集建築物並不是伐木場 而是魔防 那他這邊的話會先吃果樹 那這果樹是曲折羅倫一開始就會有的 那趕快先下魔防 然後讓你的羊啊什麼的 然後趕快來到這裡 那同時呢 這個魔防也會變成敵人的一個標的打擊的一個位置喔 因為 敵人知道你會一直產食物 那就會有可能會先出三隻棒棒 來拆這個建築物 或是他一有優勢的時候 騎兵先拆這個 會讓你比較難過一點 所以曲折羅倫保護魔防方式 算是比較核心的一個問題喔 好 簡單來說 他的騎兵是非常優勢的 然後再來就是 他的這個 銀罐 薩地利喔 軍事單位15小小-25% 而且 剛剛有說到 曲折羅倫是打一個 騎兵文明喔 那這個效果的話 騎兵的話又是吃肉的文明 吃肉的單位 那他這個-25% 就讓他說他可以爆出更多的馬 而且非常的輕鬆 好 那再來就是他的弱弓與相弓近戰 護甲加4 就變成說 你要跟他打 駱鎚的話 你還有可能會打輸 駱鎚互靠的話 然後打優俠的話又更硬了 所以是完全克制騎兵國的命的喔 但是你打公國的話 他又有閃避馬 他的閃避馬 非常難搞 來 稍微看一下閃避馬 閃避馬 雖然素質 雖然沒有到非常好 他只有8攻而已 跟騎士比起來差了2攻 而且血量也算偏少一點 只有55滴而已 但是他的閃避效果非常的強 而且打工並還有加成 所以 而且他 而且你看 注意他這個黃金量 只要20而已喔 如果你點下薩迪之後 這個肉量 可能不用到50喔 可能只要死 欸 50或40而已喔 差不多50 40那邊 就變成說 你出一隻閃避馬 搭公的騎士 大約只要花一隻 劍勇的價格 就可以產出來 非常非常低 好 所以我們今天的重點 就是要來教大家 如何用西西里這個文明 來打 曲折羅倫 因為曲折羅倫的強勢這麼多 那西西里要該走 如何應對呢 西西里的應對方式的話 就是他用他的食物 他的食物 會提供額外的100% 除此之外 還會提供額外的食物 提升100%的額外食物 不好意思 修正一下 就是你一開始 得甜啊 那個甜的量 直接成Double 那除了Double之外 每一個時代 的更甜技術 都還會再加1的採集量 所以西西里的食物採集量 是非常多的 好 那稍微再講一下 軍事單位的部分 那 西西里的話 他有軍事 入地單位 減 傷害50%的一個效果 所以你的 起兵遇上長槍兵啊 戳你的時候 傷害可能比較不會那麼痛 因為直接減半效果 所以剛好是對上 曲折羅倫的 呃 50% 抵掉的感覺 剛好兩個互相抵消的 Fu 所以呢 你跟西西里打的時候 你們駱駝跟騎士互打 那個傷害效果 就不會那麼明顯 就是剛好有互相抵消 所以 西西里打 步兵加騎士 是一個最完美的一個打法 那後期的話 還可以再考慮 轉一下攻兵喔 但他攻兵是有滿的 但是沒有拇指環 但是有點 呃 我是不太推薦啦 呵 但是他也沒有 火槍兵 所以就是 主要還是會打 步騎的一個打法 那奴兵的話 就看個人 我比較偏向於出 戰矛的一個打法 戰矛的話也有 戰道學 化學也都有 所以戰矛的攻擊 是可以滿 好 那再來就是 他有個特點 就是這個 薩金特衛隊 他這個薩金特衛隊 可以讓騎士 近乘護甲加1 僅限一次 而且還提升抗著想能力 是這個 十字金中針 這個 這個是銀罐 我講的 這是銀罐 這個 僅限一次 而且可以提升 單位的抗著想能力 這個相當重要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鎖子甲 騎士的防禦會 近加1 遠加2 這是金罐的能力 這兩個能力打 驅逐羅勒 是相當好用的一個能力 因為鎖子甲的話 遠程 還有加2 就代表說 他的騎士 算是非常非常硬的一個 可以一直到 敵人家裡面 到處 砍村民的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效果 原一般騎士 如果遇到大量的弓箭手 來射的話 或是TC城堡 還是死得滿快的 但是CC就不太一樣 可能撐了會更久一點 好 那來看一下兩邊的位置 兩邊的位置的話 目前CC的位置 算是一個 比較好一點的 算是好圍 但是金礦在前面 比較難受一點 這個高地 可以利用建築物堵起來 然後讓對手的高地 只能佔這一塊 小小的位置而已 讓他騷擾的空間 變小一點 這算是一個 細節的部分 一般玩家可能不會察覺到的 好 那這邊再圍起來 應該沒有問題 而且金銀的話 也在複測的位置 兩邊這邊 再插一座城堡 或插這個位置 你的附近也就安全 來看曲折羅倫的話 比較麻煩一點是 曲折羅倫的金 處於外露狀態 而且這邊只能靠 這邊圍起來 或這邊圍起來 做一個防守 然後這邊只能再拉過來 做一個TC防守 那這邊也要拉到底 才能做一個 比較好的手 手勢的方法 但這邊金銀的話 就會外露 就會很麻煩 不知道是不是要插台 還是要插TC 才能把這個礦給挖起來 在封建時代的話 這塊金應該是不太好守 而且他的外金呢 都是在 木頭外區 都是要冒著生命危險 去做一個挖掘的動作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西西里 有一些起兵過來了 這邊應該是要來抓一下 採集的村民 但是曲折羅倫這邊已經準備好了 來看一下曲折羅倫這邊 有兩隻肉馬加一隻駱駝刺頭 但是這邊西西里一個高地打滴滴 賺到了幾下 蠻賺的傷害 目前血量是十平的 但是由於對方有駱駝刺頭的關係 那這邊可能不要硬打比較好 雖然攻擊只有四 但打奇兵刺頭還是蠻好用的 這邊高地打滴滴 再來一下 沒錯 這個回頭就很適當 而且他這個細節都有操作到 不要小看這個回頭打一下 回頭打一下 這樣打久了 其實 在奇兵交換來說 算是一個大優勢了 那這邊趕快再按個奇兵 長槍兵出來 抽一下這個肉馬 把戰局再拉回去 盡量把這個戰局拉到對手下去 那這邊有個高地打滴滴 但是這邊換得不夠好 只能一換一 但是還行 肉馬再補一下 那村民術來到了三十隻 通常輪走的話 可以考慮在三十吋的時候左右按 輪走的話 算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 經濟升級的選項 那他的確定就是你要斷村 拿去升輪走 那大部分的人可能不知道 升的實際是如何 那我比較推薦的話 是在三十吋左右 你可以撒一片田 tc旁邊的時候 大概約十六片田或十五片田 就可以考慮去按下輪走 那按完之後你就會發現 你經濟開始用飆的了 因為你的所有的村民啊 農田 移動速度 就是會比較快一點 那你的村民的邁運速度快一點 你的資源就會開始飆 由於這邊 目前啊 CC裡感覺是要打一個大封劍龍 這邊點下異防 然後刺頭還在按 看來是 曲折羅倫這邊 努力也在出兵了 而且這邊應該是有看到 曲折羅倫的一個雙射箭場 唉唷 這邊長長兵走過來有看到 那這邊看到轉射箭場的話 曲折羅倫 的壓力就是要趕快把這邊小空續起來 然後再看要不要按幾隻 長長兵喔 但目前曲折羅倫所知道的資訊 並不知道他要爆 刺猴 欸這邊邪同臉案了 哇那這邊 西西里 爆刺猴可能爆得有點兇喔 而且那邊是雙馬就在慘 那這邊壓力的話就回到西西里層上了 西西里的話 的目標現在就是要趕快爆出一隻肉馬 然後在他 曲折羅倫 小空成形之前 趕快打一波 不然 這個成形之後 如果 一齊八 然後可以射掉一隻刺頭的情況下 那 西西里的話 壓力就會非常大 而且非常難打 這張爆兵就沒有意義了 所以現在西西里要打的事情就是 就是要趕快找一個timing衝進去 好打一波 欸現在只有四隻就要衝了嗎 會不會太快了 而且你沒有生意弓欸 最後一防 一防的話也蠻夠用的 但是 唉唷這邊 趕快抓 唉唷直接打了 直接一個高地打滴滴 有沒有細節 直接在上面打起來了 趕快稍微控制一下 看要先打工兵還是先打駱駝喔 駱駝先打掉沒問題 OK駱駝死了 那肉馬也順不收掉剩工兵 工兵的話 也慢慢拉到高地 想要去做個反擊 但是因為三級 防禦的關係 工兵只有四攻 刺了肉馬 只有一滴血啊 唉唷 哇那這邊 他這個刺猴 timing打的還算不錯 剛好抓到一個 工坊沒有生的一個工兵 然後 去的路人這邊 已經率先上了城堡時代 唉唷 這邊居然打出了一個洞 哇那這一波 其實驅著羅人有點小虧喔 而且村民也被殺到了 一村 兩村 三村 三村 死了三村 還蠻虧的 來看一下 左邊這邊要不要再受殺了 而且這邊模仿有點外露 有點危險 但是沒有關係 已經上城堡時代 TC已經可以蓋了 但是這邊村民又回來 又再繼續被肉馬打 但是這邊已經上城堡時代 駱駝騎兵已經準備好了 來看一下這邊會不會再死一村呢 應該是不會了吧 這邊趕快拉一下就好 哇不會吧 因為再死一村 哇死了四村 終於差距已經來到了七村囉 那左邊因為有駱駝騎士的關係 這邊刺手應該要全速撤退了 剩下五隻肉馬 那家裡還有兩隻肉馬在跑 那這邊才剛按下了城堡時代 來看一下輪軸的部分有沒有點 好有點了 OK 那大家這樣子採食物的話就會夠快了 OK 那CC裡目前的一個問題 就是要怎麼守這個赤猴 而且還在封建時代 目前看完一個高地打滴滴 然後用長陽病來增加點傷害 來換一點駱駝 OK 目前換掉了一隻駱駝 而且自己死了兩隻 刺猴有點虧 但還行喔 只要打退他的話 那爭取一點時間 對CC來說也是比較好一點的 然後再去做羅倫拳的一個3TC的開局 攻防的部分目前還在提升 那我應該是要打一個奴兵的樣子囉 看到對手也在 爆刺頭長槍的話 奴兵也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只要出一點駱駝的受邀是對方騎兵 然後以奴兵為一個主攻式的一個採取的一個想法 算是一個 蠻針對性的打法 而且我覺得這個打法 對很多文明給的壓力都蠻大 因為你打騎兵 士兵贏不了 你打工兵的話 量一定要比蛛 蛛的多才打得贏 而且如果你真的爆太多工兵的話 趨著羅倫這邊又可以再爆閃避馬 再回來康承你一次 這就會變成兩難的一個處境 你出什麼都不知道 你出工兵又會被閃避馬打 你出馬的話又被駱駝打 這會非常難受 然後這邊 升到了城堡時代 但是西西里這裡按下了重裝長槍兵跟一弓 然後二級伐木已經按下去了 通常我比較推薦玩家們到城堡時代的話 第一件事情先按的科技就是二級伐木 二級伐木在城堡時代你馬上按下去 你就會發現你的經濟非常非常好 而且挖模式很快 讓你有助於你開TC啊 或是蓋一些軍事建築物 或是蓋學院 蓋單道學什麼的都很方便 所以會比較特地講這個小細節的部分 因為我看了蠻多玩家的打法就是 上城堡時代反正先升 一些什麼二級攻阿 或是二級射阿 雖然這些也是蠻重要的 或二級法 但是我覺得經濟採集這件事情更重要 你先按下去的話你就有一定的優勢帶 即使你前線快打輸了 但還是我覺得還是要先按 因為有時候你前面快打輸了 反正先去點軍事單位阿 在前面一直在打的時候阿 很容易就忘記你去忘記點了二級伐木 然後導致你整場二級伐木都沒有點 然後你的經濟就一直虧下去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會忘記按的話 那我會建議你城堡時代 就趕快去按了 不要再等了 再等下去就沒機會按了 OK 好那這邊長安兵走過來 那 徐德羅倫這邊奴兵也準備好了 那這邊可能要打個防守 但是西西里這邊二級防也研發好了 奇兵二防 一攻 那這樣子的話 二攻的情況就有可能可以打 跟駱駝稍微拼比一下喔 因為西西里的單位也是非常的硬喔 好來看一下這邊 奇兵的一個騷擾有沒有能打到點東西呢 OK殺了一村沒問題 兩村呢 兩村也OK 那長安兵的位置有點下面喔 來做個探查 但是沒問題趕快拉過來 長安兵過來戳一下 哇很痛 差點戳十一隻 有一隻殘血跑掉喔 好但是這邊大量奴兵來了 十五隻 好沒到二十隻 二十隻的話會比較好打奇兵喔 大概兩發十一隻 來看一下 但是好像沒有彈道學 沒有下學院 沒有下學院的話 那這邊 就要看這邊驅逐倫的操作如何 會比較難射到一點喔 好西西里的話 目前下了生旅 現在要來撿個遺跡 看一下視野的位置 目前遺跡所知道的位置已經有四個了 這邊還有一個都在家裡 那這樣子對驅逐倫來說的話會比較麻煩 因為自己是打一個小弓喔 小弓的話很吃木頭 那學院的話也要趕快下 不然這個小弓奴兵的話效果就不太好 但是這邊是選擇要轉打奇兵嗎 突然又轉兵喔 這就是高端場的一個想法 轉兵再轉兵 一對一單挑就是你轉兵我轉兵 大家一起轉兵 OK 那這邊驅逐倫現在才上輪走 有點太慢了 哇七十一村上輪走 怎麼說呢 應該算七十村左右要上手推車 七十村上輪走 經濟可能會不太好一點 好但是這邊經濟量卻是驅逐倫的領先喔 因為這邊三TC開的也比較早 上次貓時代好很多 那村民宿應該是拉開了喔 已經拉到了大約五村左右的一個距離 五村其實也還好啦 在這個分段的話 並不算是一個非常非常 沒辦法挽回的一個局面喔 龍鳥綠還算是有的 好那這邊相公走得出來 應該只是想要做騷擾或想要騙對手 出相公你要注意喔 這種感覺 那這邊的話 他如果真的爆相公的話 西西里的對應就是爆騎士也就可以了 或是爆長槍 所以就是剛剛你還說到的 西西里爆步騎 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很猛的 那竟然不要去打工兵 但要打工兵的時候還是得打 就例如對面長槍兵真的爆太多的情況 或是步兵 數量差距已經太明顯了 那你就可以考慮爆一些奴兵 但這個情況上還是比較少一點 好來看一下這邊大戰 好這邊西西里左邊分了兵 但是這邊好像沒有看到 而且長槍兵比較慢上來打這個駱駝 而且騎兵跟駱駝先尻了一下 騎兵的傷害造成非常大 奴兵對弓箭手 奴兵對騎士的傷害也是蠻大的 而且趕快轉了進來 然後用自己的駱駝包圍住自己的武兵 哇這邊形成了一個包圍 把劍兵包起來好好防守 25隻弓兵射騎士很痛 好把這件長槍兵射完之後 剩下駱駝加奴兵完美 解掉了西西里的攻勢 不然那西西里這邊潛之城堡 那六村出來想要蓋城堡失敗了 這邊部隊太大 西西里這邊潛壓一個完美 失誤 那這邊 這邊 沒想到 驅者羅倫跟他補那兩個馬 結果 爆駱駝的選擇是正確的 他可能有意識到 或是偵查到對手的一個想法 所以趕快一直去爆駱駝 避免自己 弩兵打不贏對方的西西里起事 這邊西西里要對應的事情 就是要怎麼如何處理這邊 弩兵跟駱駝 那BK的部分可能趕快蓋了 工程器製造所 按下奴兵跟投石車 這邊有個僧侶想著想 僧侶在這邊的話 騎士就不敢打了 可以趕快招一隻 然後進去TC里 那你的老婆也不會死 還可以下來再繼續著想 雖然這個操作量有點大 但我還是蠻推薦這樣做 這邊 僧侶走有點失誤啊 我走到這邊來就不能上TC啦 看來是要招一隻 然後被換掉了嗎 居然沒死 剩16滴 這裡老頭趕快跑趕快跑 趕快進TC 進TC就沒事了 結果沒進了 還是進了 趕快走趕快走 這個老頭沒有進 這個老頭又出來又進去了 OK 看到 這邊驅著羅倫一個強勢進攻 雙黃金兵種 奴兵加駱駝 要什麼有什麼 我們在家裡開出了第四個TC 但是 電到血好像沒有研發 看一下 哇老頭直接被射死 哇這邊有高地很難受 奴兵直接射高地 但是 還好這邊驅著羅倫是沒有電到血的 這邊射村人設定有點燒燒不整 在西西嶺這邊 二宮還沒有生 應該是不會生人 然後這邊奴炮走了出來 然後被駱駝給換光 好 這邊村民宿稍微被拉開了 大概差距為十村左右 那西西里 這邊的奴兵很大量 駱駝也很大量 但是西西里決定打算要前壓一個寶了嗎 但是這邊驅著羅倫似乎有看到對手的意思 趕快把家裡趕快爆 爆兵 趕快來守一下嗎 沒有繼續爆 這邊只出頭死車防守而已喔 家裡想要出頭死車防守 然後家裡以前也被鬧得很慘 證明數越拉越大 那西西里這邊一個前壓城堡能成功嗎 哇 寶已經蓋了快一半50%了 但是驅著羅倫家裡沒有爆兵 完蛋 爆的時間太慢了 家裡一個騎士不守家 直接往外蓋 然後拖著車開始丟 丟家裡奴兵 然後這邊趕快壓下一個寶 哇 前線兩兵都很忙 放個下一個寶寶來支援 但是這邊來蓋城堡的村民有點少 只有六七隻的村民 但是這邊拉村民的數量非常的大 這個要是沒蓋起來的話 西西就要投降了 但是這邊順利蓋起來完美 OK OK 那這邊對保算是一個西西里的優勢了 好 那這邊招了一個駱駝 來反制一下對方的駱駝 來拆工程器 那奴兵來射一下 噢噢 這個效果非常好 有沒有看到 直接貫穿這個血量全部殘血 我們看一下 嘉裡應該是沒問題了 那這邊西西這個城堡好了之後 可以開始考慮爆薩金衛隊喔 呃 最大的問題來了 曲折羅倫這邊已經上帝王時代 那 西西里這邊要如何對應呢 這邊下了 好 下了 軍營 然後看一下曲折羅倫這邊經濟非常好 木頭來抱籤 然後這邊 西西里的兵衝了進來 好像有點衝動了 好 這邊是薩金特務衛隊 開始點了 有沒有看到 這個能力 3加2 3加2 近遠都是武功 喔 武防 非常的硬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喔 這邊是 是什麼情況 家裡的城堡也在造 也在造薩金衛隊 哇 看來是要打一個主薩金了嗎 好 那曲折羅倫 上了帝王時代 頂下了縱落 跟 神旅 好 來看一下 這邊是不是要守屍城堡 有點困難 哇 這邊下了一個城堡 想要來守這個金礦 但是距離有點遠喔 但還是可以 算是一個選擇 因為這裡 畢竟不能蓋 對手的城堡 距離太近了 好 這邊趕快 來殺這邊村民 蓋城堡的 哇 這邊空民是不是有點問題 哇 危險 啊沒辦法 這邊村民全部死了 哇村民已經拉近了喔 村民術已經差距只剩一隻了 幾乎沒有差距 而且還反超 這邊一個正面打擊 薩金衛隊過來砍 這種洛打 騎士效果失誤 沒有這麼的優的感覺 冰激西西里有抵抗 陸地 傷害5% 這個洛駝的戰道頻率 沒有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薩金衛隊也在做一個輸出 哇 那這邊洛駝打薩金衛隊防禦 所以 一下子只會打3滴阿 駱駝只有8攻 薩金衛隊是5防 一刀3滴 怎麼輸 薩金衛隊好猛 直接扛起了正面的一個進攻 那這邊一直出駱駝 導致 就是 驅者羅倫這邊要轉兵非常困難喔 這邊步兵驅者羅倫非常難處理 看要不要出個奴兵 再繼續剩下強弩來守 但是強弩現在目前現階段沒有辦法成型 那這邊出奴兵會有點困難 那沖繩過來想要來頂 這個蓋藥一半城堡 這個應該是頂得起來啊 後面薩金衛隊還在出 那這邊上帝王時代驅者羅倫事物沒拿到好處喔 這邊村民一直被打 這邊城堡也在拆 然後這邊來蓋城堡的村民全死了 還沒蓋起來 完蛋 你這邊剩幾% 69% 哇這蓋不起來了 第三台通車也來了 哇那驅者羅倫這邊遇到一個CC裡城堡ALL IN打法 剛好來打一個上帝TIMING 那他剛上帝王時代這邊化學按下來了 是要來點火藥火槍嗎 但我記得火槍應該還是可以出的啦 對 但是現在出火槍的話 打殺金貴隊是非常好用的 但打騎兵就會有點麻煩 如果亮不起不來的話 被騎士追還是很難打喔 那目前去著羅倫這邊經濟量 似乎有點難爆出火槍喔 因為家裡爆木頭經濟調配有點問題 沒有趕快再去去灑田 那邊田也灑到一半 這邊大量的人想來灑田 那是沒有地方可以灑 完蛋 那正面的部隊還是非常大量 這個殺金貴隊幾乎不怕見死的傷害 遠防5近戰5 哇 好硬好硬 那這邊去著羅倫到底要怎麼防守呢 村民一直被殺 村民數差距已經來到32隻 家裡很多村民都沒在做事 有點控不過來囉 太忙了 好這邊薩金貴隊 數量很大量 這邊衝車來到了5台 看一下5-6台衝車 薩金貴隊還有10幾隻 完了 去著羅倫斯要打GG了 後面這邊還有騎士過來做騷擾 這邊村民一直在殺 哇 西西里這邊打得非常的好 剛好招待對手的一個升級的時間 然後前壓這個城堡相當的關鍵逆轉 那抽錯的話 再出來抽幾隻來抽這些駱駝 那這邊的話還有騎士 跟薩金貴隊一個 打正面第一波打得非常好 那去著羅倫這邊 上帝王轉編 有點轉的稍微的慢 那畢竟事情發生太突然 想要一直挽救 但是 拉拉的村民蓋城堡的實在是有點少 所以導致城堡是蓋不起來 就算蓋起來應該也是沒救了 那因為這邊衝車也都已經準備好了 好來看一下 兩邊的數據 那史物採集是趨著羅倫比較少一點 但木頭比較多 圓基金調配出了一點問題 那生的時代部分 時區羅倫上了比較快 19分鐘上城堡時代 在這邊 西西里只用城堡時代 就打贏了趨著羅倫 那村民術的話也是 西西里比較多 那有一劑的加成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了 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